好 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呢 安宏老师呢 本来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进了录音室 开始给大家录制课程的时候呢 就会突然变得开心起来 因为想到有很多同学 会跟着安宏老师 一起来学习法语 成就感爆棚 大家看到法语的学习 现在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心情呢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温固而知心 复习一下上一讲当中 讲到过的那些课文 中文字幕志愿 有吗 你住吗 有吧 有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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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似乎 advisor 我希望你不是在公司的公司 我只是在公司的公司 我只是在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好,好,好,好 拿着你的帽子 坐下 你告诉我们 你想吃什么? 再晚了,妈 大家的朋友 如果要用课文里类似的句子 那我们可以说 为什么Julie不能打电话呢 她如果打电话通知她的父母 父母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为什么不能打呢 因为她当时在警察局 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 应该是 parce qu'elle était au commissariat parce qu'elle était au commissariat 第三个问题 quand elle n'était plus au commissariat où était-elle quand elle n'était plus au commissariat où était-elle 当她不在警察局了以后 她在什么地方呢 后来又去了什么地方 elle était à la fourrière elle était à la fourrière 她后来呢 在汽车的存放处 好 上一次学的课文呢 篇幅不长 我们就问这三个问题了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课文学习 请大家先看视频 cet après-midi 不吐槽 会死心人 这也恰恰就是法国人的性格了 尤其是法国的男人 我们先来看旁白 Julie et ses parents ça soit dans le salon Julie和他的父母 在客厅里面坐了下来 ça soit 他的动词不定式 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 ça soit 但是注意哦 il c'est soit 在字母O的前面 并没有一个E 但是如果你去注意看 动词的不定式呢 C'est soit 在O的前面 是有个字母E的 坐下来以后 Julie开始向他的父母解释 今天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Julie说 cet après-midi on était à Saint-Germain-des-Prix Saint-Germain-des-Prix 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 他位于巴黎的第六区 是今天巴黎著名的商业 和旅游地带 这个街区聚集了 品味高雅的商店 咖啡馆 剧院等等 当然也吸引了很多的当地人 和游客 不过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热门的地方 想要找到停车位 必然是不容易的 Julie说 cet après-midi on était à Saint-Germain-des-Prix avec mon ami Violeine 今天下午呢 我在 Saint-Germain-des-Prix 那个地方 跟我的朋友 Violeine在一起 请大家注意 这里的on是谁啊 on指的是我 是不是和大家平时 常见的用法不同呢 对了 on实际上在课语当中 可以指任何人称 具体指谁 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 当然比较多的是指我们 或人们 当时人非常的多 那边有很多人 这个很正常 我找到了一个位置 在这里指什么位置呢 当然是停车位了 到这个时候呢 Julie也知道 并且承认 他出了毛病了 停车呢 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 Jeter une place 我找到一个停车位 但是呢 Main-la-voix-de-border sur le passage 但是汽车突出了一点 占据到了人形 横道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的动词 de-border 用了什么样的事态呢 用了un parfait 为完成过去时 为什么要用un parfait呢 因为那是一种状态 当时车的状态 就是突出了一部分 跑到了passage piedon那里 好 接下来大家注意啊 Main-la-voix-de-border Julie的爸爸 开始吐槽了 他说 Un Saint-Germain-des-Prés On va dure un samedi après-midi 你跑到 Saint-Germain-des-Prés 那个地方 开着车去 而且还是星期六的下午 言下之意就是 不做死就不会死啊 No do no die Du ne pouvez pas choisir No toujours 你不能选另外一天吗 这个动词是什么时代呢 还是un parfait 因为是指当时的情况 当时你不能选另外一天吗 Julie还没有回答 她的妈妈就跳出来 为自己的女儿辩护了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courses en semaine quant on travaille Faire les courses 购物 En semaine是什么意思啊 指的是在工作日 不要直接翻译成在星期哦 这是不通的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En weekend En weekend 在周末 在周末 就是不上班 休息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En weekend En semaine呢 就是从周一到周五 On ne peut pas faire les courses en semaine quant on travaille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是不可能在工作日 去采购 去购物的 对不对 因为没有时间 只有在周末 才有时间出去买东西 Julie听了以后说 Merci maman C'est gentil de me défendre 谢谢妈妈 妈妈真好 能够为我说话 C'est gentil de 加上一个动词的不定识 字面的意思是 做什么什么事情 是很善良的 放到具体的语境当中 翻译成什么 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 进行斟酌 比如放在刚才 那个句子当中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 妈妈你真好 能为我说话 Défendre 在这里解释为 在其他地方 也有可能解释为 防卫 保卫之类的意思 Merci maman C'est gentil de me défendre 好 一起来回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我不是�辑�ван 也不会有什么事 我不是法庭在家人隔禾 Marianne 下午尤其他人 我们要在英勇业的你和我的朋友 有个人 我找到其他人的地方 但我车摆到后哪儿都陪了 火车是继续 在英勇举 在学浩业的对面 你不能设定一日 但是我们不能混互动 但我们不要上车的运动 谢谢妈妈 是很幸运的 接下来,Julie的爸爸会说什么呢?她会不会跟Julie的妈妈讲起来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电话 这夜,你把你打过去? 在在厨房的Bourgons 这是唯一只空间我找到的地方 然后... 我把你打开我的手 我把你打开 好,你会在座位 我没关系,你会把你打开的手机 有些日子 不是一件事,它可以起来 我知道,它已经起来 就好了,我一直沒有問題、四十五歲 你,你一定有問題,你... 不,他... 我們坐下吧 這夜夜沒有空? 我會在附近的畢業 這是唯一層,我發現了 我不會就有車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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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断了话以后说什么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意思我们都知道是戏剧 那么这里呢是一个词组 它指的是把什么事情看得非常严重 相当于说 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有没有什么更加生活化的翻译方法呢 对了不要大惊小怪 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好不好 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嘛 Monsieur Prébault说 Je sais 我知道 诶 怎么这一回他乖乖的就服软了呢 D'ailleurs c'est déjà arrivé 原来呢他并没有服软 他说 Je sais D'ailleurs c'est déjà arrivé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呢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已经发生过了 好贱的回答哦 D'ailleurs c'est déjà arrivé D'ailleurs 此外 况且 C'est déjà arrivé 这样的事情已经在你身上发生过了 言下之意 Julie的妈妈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 把车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 被罚款 果然验证了安红老师刚才的说法 Monsieur Prébault真的是不吐槽会死心人啊 Mais je te fais remarqué que moi je n'ai jamais eu de problème en tant 5 ans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哦 我在35年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很多法国男人都好吹 吹自己如何如何了不得 Monsieur Prébault呢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说他在35年的驾车历史当中 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Mais je te fais remarqué que moi je n'ai jamais eu de problème en tant 5 ans 这里的 je te fais remarqué que 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结构叫做 faire faire 第一个 faire呢代表是一个动词 而第二个 faire代表是一个动词的不定式 他们放在一起表达的是让人做某事 je te fais remarqué我让你注意 实际上可以翻译成我请你注意 然后是一个 que引导了一个重句 我请你注意以下的事实 je te fais remarqué que moi je n'ai jamais eu de problème en tant 5 ans 请你注意我在35年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颇为洋洋自得啊 后面重句当中的动词是什么呢 Avoir eu 它是 avoir这个动词的复和过去时 je n'ai jamais eu de problème en tant 5 ans 接下来 Madame Prébot的反应也非常有趣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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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jours donner des lusons 你你你整天都在说你如何如何 你如何如何 每天都在教训别人 都在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Bon il est tard alors on se calme et on passe à table Calme是什么平静下来 Calme让自己平静下来 但放在这里该如何理解呢 Bon il est tard alors on se calme et on passe à table 这个需要同前面的场景进行联系 前面呢他们在那里争论 Madame Prébot就说 好了很晚了别争这些了 我们上桌吃饭吧 Passe à table上桌吃饭 这里的Bon是一个语气词可以翻译成好 但是呢它并不表示什么东西是好的或者坏的 而是一个表示乘上其下的语气词 接着 Monsieur Prébot对 Julie说 Ce soir où est-ce que tu la gare ? 那今天晚上的话 你把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呢 注意哦 Gare最后还是 为了迅速配合 同前置的直接并语la 实际上指的就是 La voiture Julie说 Devant le garage des Bourgouin 这里的De Bourgouin 是什么意思呢 是De Le Bourgouin Le Bourgouin 指的是 Bourgouin 一家 注意哦 最后不加S 不加S的信 前面加上Le 表达什么什么一家 比如 Julie他们一家该怎么说呢 能不能说 Le Julie 当然不行了 因为Julie并不是信 Julie姓什么 他姓的是Privo 所以应该怎么说呢 Le Prévo Le Prévo 指的就是Julie他们一家 而这里的Le Bourgouin 指的是Bourgouin 他们一家 那为什么是De呢 因为前面还有个De 来连接 Bourgouin 一家他们的车库 Devant le garage des Bourgouin 我把车停在了Bourgouin 他们家车库的前面 为什么要停那里呢 C'est la seule place que j'ai trouvé 这是我找到的唯一一个位置了 没有其他位置 只能停在那个地方 C'est la seule place que j'ai trouv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toe 最后也有一个N呢 对了 它也是信术配合 那么信术配合是和谁配合呢 前置的直接并语 在什么地方 就是前面的La seule place 有同学说 这又不是一个代词 怎么能够配合呢 注意哦 我们可没有说过前置的一定是代词 只要是前置的直接并语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是名词的形式 同样是可以的 C'est la seule place que j'ai trouvé touvé也在最后加了一个E Et puis ils n'ont jamais eu de voiture Alors 而且呢 他们从来都没有买过车 所以呢 言下之意就是 既然他们没有车 我在他们的车库门前停一下 也没有关系 也不会挡到他们的车出入 这个时候呢 Monsieur Prébault说 Alors donne moi des clés 把你的钥匙给我吧 车钥匙 Donne moi des clés Je vais la changer de place 我把它去换一下位置 Monsieur Prébault可能是觉得 停在人家的车库门口 还是不太合适的 Je vais la changer de place 我来给他换个位置 好 这段课文的比较长 我们一起来回看视频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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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X-15 лем当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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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launch 天空 现在逊 你把房子放在哪里? 在前面的房子 这是唯一的地方我找不到,然后... 我会把房子放在哪里,我会称的地方 好,你会把房子放在哪里 我会不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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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说话 你不说话,这可能会有 我知道,你会已经有时候 但是我会不说,我没有问题,我不说我会有问题,我会不说话 你会不说话,你会不说话,你会不说话,你会不说话 好,科文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进入的下一个板块是什么呢 应该是看图说说话 不过呢,在Episode 18当中没有什么特别适合于我们来讲解的图画 那么该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今天小小的困难难不住安红老师 没有合适的图画,但是我们有照片啊 在我们教材上一共有六张剧情的照片 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照片来提一些问题 安红老师真的是太机智了 看着第一张照片,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Est-ce qu'il est tard quand Julie arrive chez ses parents ? Est-ce qu'il est tard quand Julie arrive chez ses parents ? Julie到她父母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晚了呢 ? 看这个表情,我们也知道她已经晚了 那回答就非常的简单 Oui, il est tard Oui, il est tard 第二题 Qu'est-ce que Julie arrive chez ses parents ? Qu'est-ce que Julie arrive chez ses parents ? 这个问题呢,可以针对我们的第二张照片 Qu'est-ce que Julie arrive chez ses parents ? 在这张照片的剧情发生的时候 Julie在跟她的父母说些什么东西呢 ? 假设,我们想说,Julie跟她的父母描述她的遭遇,讲述她的遭遇 她去了警察局 该怎么说呢 ? Julie raconte son aventure à ses parents Julie raconte son aventure à ses parents Ela était au commissariat Ela était au commissariat Ela était au commissariat 她去了警察局 那么如果真的想把整个内容回答得更加丰满一些 更加详细一些 应该如何用法语来表达呢 ? 基本上可以用我们今天学过的一些内容 稍加改动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课文当中呢,Julie有过这样的一段台词 Cet après midi, on était à Saint-Germain des Prix Avec mon amie Violain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J'ai trouvé une place Mais la voiture débordait Sur le passage piéton 就这样一段 我们可以略做改造 回答Christian Julie était à Saint-Germain des Prix Avec son amie Violain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Ela trouvait une place Mais la voiture débordait Sur le passage piéton Jua改动的地方非常少 大家讲我了吗 ?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 Pourquoi Julie donne d'elle les clés à son père ? Pourquoi Julie donne d'elle les clés à son père ? Julie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他的爸爸呢 ? 这里指的是车钥匙 因为他爸爸觉得他停的位置 还是不是很合适 还要去换车的位置 那么简单一点来说呢 我们只要说后半句就可以了 Julie的爸爸要去换车的位置 应该如何用法语来表达呢 ? 课文当中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Je vais la changer de place Je vais la changer de place 那我们略微改动一下 可以回答成 Monsieur Prévo va changer la voiture de place Monsieur Prévo va changer la voiture de place Prévo先生要给车换位置 好 今天的看图说实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点时间 我们可以巩固一下语法 再次进入我们的语法大挑战 记得我们在课文当中有过这样一句台词 Merci maman, c'est gentil de me défendre Merci maman, c'est gentil de me défendre 为什么这里要有一个借词 de呢 ? 这是因为在法语里面有这样一种结构 C加上一个形容词再加de 后面跟动词的不定式 表示做某某事情是如何如何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些题 对这个部分进行巩固加强 首先看例句 这个例句呢 同刚才我举的例子 柯文里的例句非常接近 La défendre c'est gentil 为他辩护真的是很好 看到这样的句子 要求做成 C'est gentil de la défendre C'est gentil de la défendre 能够为他辩护真是挺好的 好,一起来看第一句 On d'entre ça, c'est accréable On d'entre ça, c'est accréable 能听到这个真的是很令人感到舒心舒服的 这句话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变成C'est accréable dans d'entre ça C'est accréable dans d'entre ça 主要中间的 de和 entendre之间 还有一个声音 C'est accréable dans d'entre ça 第二句 Faire ça, c'est facile Faire ça, c'est facile 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容易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句话 就是做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 其实中文上还是一样的 但是法语的表达上会有不同 你明白了什么呢 C'est facile de faire ça C'est facile de faire ça 第三句 Etre avec vous, c'est bon Etre avec vous, c'est bon Remme再一块,正好 答案非常的简单 C'est bon d'être avec vous C'est bon d'être avec vous 第四句 Trouver du travail, c'est difficile Trouver du travail, c'est difficile 找工作,很困难 同学们,有没有正在找工作 或者是想要找工作的呢 找工作,是不是困难呢 这句话应该说是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u travail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u travail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u travail C'est intéressant 这里呢 可连送,可不连送 它是属于动词和后面的结构 属于可选连送 或者说自由连送 好,答句 同学们给一个答句吧 C'est intéressant de vendre des produits de luxe C'est intéressant de vendre des produits de luxe 什么叫做produit de luxe 收持品 卖收持品 非常有意思 那法国就有一个专业 叫做收持品管理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意思呢 第六题 Avoir confiance en soi C'est important 哇哦 这样的话中文里面非常多 Avoir confiance en soi C'est important 什么意思啊 有自信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吧 C'est important d'avoir confiance en soi C'est important d'avoir confiance en soi Avoir confiance en quelqu'un 信任某人 相信某人 L'confuse 作为名词呢 是信任的意思 那么 soi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有没有觉得 它看起来比较像 moi toi 这样一类的词 对了 它们是同类的词 称为中毒人称代词 那么 soi 是谁的中毒人称代词呢 我们知道 moi 是ž的中毒人称代词 toi 是du 的中毒人称代词 那么 soi呢 soi 它的主语人称代词 形式是 on 也就是说 on 变成中毒人称代词 就是 soi C'est important d'avoir confiance en soi 有自信 非常的重要 第七题 Digue des choses 首先大家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呢 Digue des choses 说一些东西 我们如果查字典的话 会看到有相同的这个意思 非常坏 说相同的东西 非常坏 这样同顺吗 当然 不同顺 正确的翻译方法应该是 说这样的话真是太坏了 该如何做成一致话呢 是吗 是没想到这些 choses 是mayı想到这些伫三 barrier 是四块 是必须的 要留条条 orden 注意要声音 C'est nécessaire d'écrire cette lettre C'est nécessaire d'écrire cette lettre 第九题 parler tout seul à haute voix dans un lieu public C'est ridicule parler tout seul à haute voix dans un lieu public C'est ridicule 这句话大家能不能看懂呢 中间有一些固定的搭配 比如 tout seul就是独自的 那么parler tout seul就是一个人在那说话 à haute voix它的意思是高声的 习惯上在这里会把形容词放在前面 à haute voix高声的大声的 但是它的反义词呢 形容词却是放后面的 à voix basse低声的 parler tout seul à haute voix 一个人在那里大声的说话 dans un lieu public 而且是在公共场所 C'est ridicule 真的是太可笑了 这句话念起来比较长 但是呢如果要重新的阻止 来做这句话的话呢 应该还是容易的 C'est ridicule de parler tout seul à haute voix dans un lieu public C'est ridicule de parler tout seul à haute voix dans un lieu public 好的 第十题 前面半句非常好懂 去找车 在哪里找呢 在违章车辆的存放处 à la fourrière C'est ennuyeux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令人不快 令人生厌的 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到 fourrière里边 去拿自己的车 是很烦人的一件事情 C'est ennuyeux D'aller chercher Sa voiture A la fourrière C'est ennuyeux D'aller chercher Sa voiture A la fourrière Et maintenant Reposez-vous Et faites des exercices C'est ennuyeux 好 这道题做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另外一道题了 那道题呢 也是介词题 不过就没有前面这么好的福利咯 不是一个介词 而是有四个介词 并且呢 中间没有刚才我们做过的 d 是哪几个介词呢 on a don d' p 看起来很乱吗 但是这四个介词有一个特点 就是全部在这里呢 都是指和时间 有关的事情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 这四个介词 在用在时间的方面 分别表达什么含义呢 on 加一个时间段 一般来说是表示在多久之内 后面一般是跟时间段的 而a呢 往往是跟时间点 特别是在几点几点 at trois heures at quatre heures don 表示多久之后 大概和英语的in 加一个时间段差不多 法语里面 don 加一个时间段 表示多久之后 don t'e ro 三天以后 de p 后面也是加时间段 表示什么事情发生 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 好 这些题 大家先做做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起来和对一下 ils seront là 什么什么diminute diminute是一个时间段 我们能不能填en 或者是de p 这个要看具体的含义 注意哦 être在这里是什么时代 简单将来是将如何如何 所以呢 这里要考虑到 我们在填介词的时候 要表达将来的含义 既然是将来 那么don就非常合适了 ils seront là don diminute ils seront là don diminute 十分钟以后 他们就会到的 同学 你填对了吗 第二题 je leser vivre la dernière fois 什么什么noelle noelle是一个时间段 还是时间点呢 在这句话里面 应该把它看成 是一个时间点 因为它的含义是 我最后一次看到 他们是在圣诞节 那就是一个点 je leser vue pour la dernière fois à noël je leser vue pour la dernière fois à noël 第三题 l'euro e la monnaie officielle de la france 什么什么2002 那自然是 depi 2002 自从2002年开始 欧元就成为 法国的 官方货币了 第四题 je ne leur ai pas téléphoné 什么什么 deuxemaine 那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deuxemaine 我没有给他们 打电话 已经有两个礼拜了 je ne leur ai pas téléphoné deuxemaine 答案可以直接告诉你 但是看完以后 直接能理解意思吗 说不定还是不能理解意思 这句话的含义是 他做这件事情 十分钟就完成了 注意哦 这里的faire 要理解为完成 这个时候呢 en就又表示 多久之内 做完一件事情的意思 第六题 el part 什么什么avril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要填 en avril 但是这个和我们刚才说的 en加上一个时间段 是不是一致呢 那个地方就不一致了 en除了可以加时间段以外 还可以加一种东西 就是月份和年份 比如en avril 在四月 en 2002 在2002年 发生了某件事情 第七题 elle revient 什么什么deuxemaine 这里我们应该填 don elle revient dans deux heures 两个小时以后 她就会回来的 那有同学问 为什么这里用现代识呢 为什么不用将来识呢 用将来识也是可以的 但是用现代识 同样是可以的 在口语当中 可以用现代识 来表达比较近的将来 第八题 je de don 什么什么un siècle 哇好夸张 un siècle 是一个世纪 一百年的意思 je de don debue un siècle 我等你已经等了一个世纪了 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想要表达的就是 我等你等了好久了 je de don debue un siècle 第九句 什么什么 troisans en n'a pas chang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troisans 是指三岁 还是三年呢 从三岁开始 到现在 它都没有变化过 这个可以吗 这个 从意思上来说 就已经不可以了吧 那么 假设三年里面 它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说 en trois ans en n'a pas changé en trois ans en n'a pas changé 在三年的时间里面 它都没有变化 另外 这里填 debue也是可以的 debue trois ans 同样也是正确的 第十题 什么什么 这句话很有意思哦 十年以后 我就长大了 到时候 我要对着 所有坏蛋 说不 大家做对了吗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Au revoir les ami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